我感谢张周某领袖代表 再一次的接下重任 将再度代表我出席 总统在一完正式宣布 台积电创办人张周某 第五度出任我方APEC领袖代表 还交付他两大任务 我也要请我们张领袖代表 藉由这次的会议 争取更多APEC成员 支持台湾加入 CPTPP的国家 跟工作调柱 没有一切的合作 我们非常希望 能够加入CPTPP 受到疫情影响 这个月12号由纽西兰主办的APEC领袖会议 再度在线上举行 每位代表各有六分钟发表时间 张周某除了阐述台湾加入CPTPP 坚定意志 还要聊疫后经济 在疫情后 把经济 复苏 小西元 一直是要 大家 对打疫苗 现在疫苗的分配 的确的确是还有一点问题 所以疫苗 把分配的情形 要改善 从CPTPP谈到经济复苏 疫苗分配 张周某再度出任APEC领袖代表 坚定在国际间替台湾发声 千元李维廷 林凯 军中的军 台北报道 订阅